大家好 经过了漫长的第一单元 我们把握了票据法律制度的基础知识 也就是大家达到了初中级票据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了 但是要达到驻快票据法律制度的要求的话 主要还是看第二第三单元的学习 尤其是第二单元 至少占驻快票据法律制度分值的50%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 驻快票据法律制度这里 分值并不是按讲义篇幅 按课时均匀分布道 我把基础知识给大家集中前置了 在第一单元当中解决 大部分的直接分值是集中在第二第三单元当中 所以大家一定打起精神了 接下来的内容更刺激 每一分钟都非常有可能直接触及分值 一定他是把握好 那我们先进入第二单元 票据权利的取得 前面在第一单元的基础理论当中 我们给大家谈到过 票据权利取得两个主要途径 一基于票据行为取得 二基于法律规定取得 那第二单元这里 咱们谈的是票据行为对票据权利取得的影响 所以我们会看到 首先要解决票据行为形式要件 对票据权利取得的影响 其次要解决票据行为实质要件 对票据权利取得的影响 最后解决一下真实性相关的两个问题 票据的伪造和变造 好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 票据行为形式要件 对票据权利取得的影响 先把握第一个规定 关于票据品种 也就是票据那张纸 谈到票据当事人 应当使用中国人民行规定的 统一格式的票据 如果没有使用按中国人民行 统一规定印制的票据 那么票据无效 也就是怎么用来签发票据的那张纸 叫票据凭证 一定要从银行去领购 而不是说我随便拿张A4纸 然后我照着那个票样画 画得非常像 然后就开始可以用了 没用 一定是从银行领购的 按中国人民行统一规定 印制的票据凭证 在此基础上去进行票据的签发 以及后续的其他票据行为 才有可能有意义 如果票据这张纸就已经不对了 整个票都是废的 哪怕上面有真实的签章 也没有人有票据权利 没有人有票据责任的 从这张纸 从源头上就已经废了 整个票是无效的 没有人有票据权利 也没有人有票据责任 好 那么这个点 如果初级考 它就是原文考 如果注快 要么不考 要考的话 主要和克隆票据结合在一起 克隆票据指的是什么 有一张真票 然后我来克隆 克隆出假票来 对不对 好 克隆票据 大方向是假票的方向 但是克隆票据有两种 一种是 在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 印制的票据凭证上 去克隆 也就是票据那张纸 是真的 能理解 这有张真票 然后我拿从银行领购的 空白票据凭证 在这张符合规定的票据凭证上 我来照着这张真票克隆 所以我们说第一种情况是 票据这张纸是真的 对不对 票据这张纸是真的 那么 到底票据债务人要不要承担责任 就看他在票面上 有没有真实 而且符合规定的签章 对吧 可关键是 如果这有张真票 我从打印机里拿张A4纸 裁个差不多 我的画画技术高超 给他画一个特别像的 所谓的票据出来 也就是票据这张纸是假的 那如果票据这张纸是假的 就不用再探讨 票面上的张真假的问题了 这张票据直接就属于票据无效 没有人有票据权利 也没有人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哪怕我在这张自己画出来的纸上 做了真实符合规定签章 我不承担票据责任的 因为打从源头开始 这张票据就是废纸 在统一规定格式印制的票据上去造假 那我们要看张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票据这张纸就已经是画的了 直接票据无效 跟张真假已经不挂钩了 所以克隆票据 首先要看票据这张纸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这张纸已经假的 就不用后续再进行探讨了 结论已经可以下了 票据无效 至于说张真假怎么处理 咱们后面会谈到狭义票据伪造 结合咱们票据伪造那个知识点 进一步去考虑 这是第一个内容 注快这里要么不考 要考就是往克隆票据这个方向去考虑 好 第二个 关于票据金额 票据金额的话 前面我们讲 要求要有确定的金额 哪怕支票上 咱们授权补计 授权补计进去 也应该是一个确定的金额 哪怕银行汇票上有三个金额 但每一个金额都是确确定定的数字 这之前我们谈到过的 票面上的金额必须是一个确定的金额 那紧接着 我们要求票据金额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码 要同时记载 二者必须一致 二者不一致的情况下 这票就废了 第二 票据金额出票日期收款名称 不得更改 一旦更改 这张票废值一张 但是除了金额出票日期收款名称之外 其他事项是可以更改的 只不过 原记载人更改 更改处要签章证明是他改的就可以 出票日期 票据金额收款名称不得更改 一更改 票据就无效 那么这个点 我们后面还会跟变造去进行区分 先有个印象 好 那我们 给了大家四个链接 对吧 把我们前面 关于金额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点 给大家进行了汇集 那么关于金额 这两个规定加上四个链接 可以给大家设置多项选择题 自己再看一下就可以 好 第三个 把握一下票据上签章的问题 票据行为人 要在票据上签章 不管你是出票 还是背书 还是提供票据保证 还是成对 出票出票人签章 背书背书人签章 票据保证 保证人签章 成对成对人要签章 对不对 所以第一句话就懂了 行为人要在票据上签章 那些在票据上 没有做真实和规定签章的人 原则上是不承担票据责任的 后面我们有特殊规定再说 所以我们谈支票 收款名称 授权补计 并且不是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当时就说了 假如直接递给以 以直接递给丙 丙直接递给丁 丁把自己填进收款名称栏里 风险是什么 以丙没有在票面上签章 他们是不承担票据责任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在票据上签章 怎么算正确签章 其实前面讲基础知识的时候 咱们是略微涉及道道 谈到 如果自然人 比如说王某要签发一张支票给李某 王某可以直接自己签王某的名字 也可以从兜里掏出一个戳 盖上去 自己的丝章盖上去 可以 如果他特别谨慎 也可以既签名又盖丝章 三种方式都可以 单独签名 单独盖章 签名加盖章都OK 这是自然人 紧接着 单位 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 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搞清楚 必须是两个部分构成 也就是单位的签章 它叫一套章 为什么叫一套章呢 必须公私并存 公指的是什么 是圆绰绰 这个圆绰绰 一般单位来讲 允许是公章 允许是财务专用章 但是不能是合同专用章 人事专用章等等 一般情况下 单位是一个圆绰绰 一般单位来讲 公章财务章都可以 但是什么人事专用章 合同专用章就不行 圆绰绰一干 公的部分就有了 那么私的部分指什么呢 私的部分 是一个自然人的签章 这个自然人 要么是这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要么是这个单位法定代表人 授权到代理人 好 那么 这个自然人在票面上签章 可以是 法定代表人 王某某 可以是王某某掏出来 丝章盖上去都没有问题 当然王某某又签字又盖丝章 也可以 但比较少见 或者王某某他自己不想这么麻烦 他授权给财务经理刘某 那刘某某动手签名 或者刘某某掏出自己的私章盖上去 都允许 所以我们经常会谈到 单位的章是圆绰绰方绰绰 圆绰绰王某某 就是这个意思 一定是一套章 公的部分 私的部分并存 单位这么签章是符合规定的 那么如果签章不符合规定 会有什么后果 在这里一定给我注意清楚 签章不符合规定 和签章被伪造 是两个事情 被伪造是探讨真假的问题 对不对 被伪造就说它是假的吗 但是 被伪造完全有可能 该圆绰绰圆绰绰 该方绰绰绰绰 形式上看没有任何问题的呀 能理解吗 被伪造是 萝卜章的问题 但是该有什么 还有什么 像签章不符规定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不管你这是真章还是萝卜章 反正你没学过票据法 就光有圆绰绰 没有方绰绰王某某 或者这个圆绰绰盖了什么 合同专用章啊 人事专用章啊 这种从形式上 就可以看出了 不符合票据法律规定的 这个签章方式 叫签章不符合规定 伪造是 形式上可能没有任何问题 实质上是一个萝卜章 先把基本方向搞清楚 那么 接下来这个地方 咱们谈到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规定的 票据直接就废了 整张票废止一张 出票人就盖了一合同专用章 整个票废止 第二 承队人保证人盖一合同专用章 或者说光有圆绰绰没有方绰绰王某某 那么是这枚签章五项 不影响其他符合规定签章的效力 那对比一下 如果背书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规定 背书人盖了合同专用章 人事专用章 背书人只盖了圆绰绰 没有方绰绰王某某 那背书人签章五项 背书人签章五项 但不影响其前手符合规定签章的效力 来举例子 咱们对比这把握 谈到甲出汇票给以汇票 以背书给饼 这个A成对了 以背书转给饼的时候 还有一个B去提供票据保证 保证字样加签章 保证人名称住所都记载了 但是呢 签章的时候 签了一合同专用章 加王某某 好 那丙背书转给丁 丁背书转给物 大家一定清楚 这张票上面 保证人的签章不分规定 那么保证人自己不承担票据责任 不影响物的票据权利的取得 前面我们讲过 这种情况下 的确有瑕疵 但是物是有票据权利的 物提示付款 A银行不能以保证人签章不分规定为由 拒付对不对 这是应当付款的情况 付款不构成错付款的情况 对吧 这是之前讲过的 那么 现在这个角度是谈 B的签章不否规定 那就是B自己不承担责任 不影响其他真实符合规定签章的责任 提示付款 A得付 A要拒付了 那么可以找A 可以找甲 可以找乙 可以找丙 可以找丁 行使票据追索权 只是不能找B 行使票据追索权 而已 签章无效 不承担票据责任 好 对比一下 还是甲签发一张会票给乙 A银行已经成对 以背书转给丙 丙背书转给丁的时候 盖了一个合同专用章 加王某某 丁背书转给乌 好 这种情况下 乌是否想要票据权利 乌依法案期提示付款 A要进 刑事审查义务 一看乌的身份证 这是实质审查 二看这张票 是进刑事审查义务 对不对 可问题是 这张票从刑事上看 丙到丁的时候 丙这枚签章就是无效签章啊 所以丁并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而丁给乌的时候 票面上也可以看出来 丙的签章是不否规定的 这个乌谁重大过失取得票据 他也没有票据权利 所以实际上票据权利还在谁手上 还在 丙的手上 所以我们刚才那个规定说什么 说不影响 这个背书人前手符合规定签章的效力 票据权利还在丙上 丙可以找 甲乙A提示付款 丁和乌来讲 他们压根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所以圈二和圈三这两个规定 它是不一样的 要对比 好 谈到这里 咱们这个签章的问题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没完 把讲义翻开了 做好小笔记 咱们第二单元当中 最主要是十处重要条文 这十处重要条文 小笔记做好 该理解理解 该记忆背诵记忆背诵 第一处重要条文 我们已经涉及到了 在票据上 没有做真实佛规定签章的人 原则上不承担票据责任 第一处重要条文 第二处重要条文 包括三个层次 出票人 承对人保证人 以及背书人签章不佛规定 到底怎么处理 另外对着这些讲义 还要强调什么 如果谈票据无效 是整张票费了 没有人有票据权利 也没有人有票据责任 但是谈某枚千张无效 那么应该是票据本身是有效的 只是看票据权利在谁手上 然后其他真实符合规定签章的人 有可能是需要承担票据责任的 结合我们刚才的案例去理解 能明白吗 你引用法条的时候 票据无效和千张无效 绝对是得分的关键词 票据无效 整个票都废止了 千张无效 只是这名千张的千张人 不承担票据责任 其他效果要怎么处理 要综合票据的整体情况来看 对吧 所以一定不要说错啊 你说我引用条文的时候说不清楚 就说无效 得不了分的 到底什么无效 票据无效还是千张无效 我们主要考这个地方 第二处重要条文 好 第四点 我们简单把握一下就可以 前面讲过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没有记载 票据行为无效 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没有记载 那么是按照法律规定来推定 行为是继续有效的 我们还有没说过的叫任意记载事项 或者叫可以记载事项 你比如说背书人写不得转让字样 写不写随他 但写了就会发生相应的效力 什么效力 要求背诵的条文 背书人记载不得转让字样 后手人背书转让的 对后手柄的背背书人 钉也好 物也好 羹也好 不承担保证责任 好 往下走 记载不产生票据板上效力的事项 那你比如说 在票据备注栏里面 记载的什么利率啊 违约金啊 这种没有票据效力的 还有 记载本身无效 比如支票上记载了付款日期 记载本身无效 票据是有效的 支票仍然有效 仍然是见票寄付的 还有付条件背书付条件保证 条件不产生票据效力 背书票据保证是仍然有效的 还有一记载就导致票据行为 无效的事项 那么是像出票人记载什么 付条件支付的委托或承诺 我们一定要 无条件支付委托或承诺 对不对 付条件的话 出票行为的绝对必要 记载事项有问题 票据整张无效 所以这个表格 其实就是基础知识选好了 这块很快就可以反应过了 没有主观题 只要小题目 有时候下列属于任意记载事项的 可能反应不过来 但实际上我也不建议 出题老师出这种题 我们尽量准备 但是不用过度纠结 小题目的点 来第五 交付 先把星星画上 这是第三处重量法条 也是注快独有的内容的 看一下 行为人在票据上完成记载行为 没有直接就导致票据行为成立 可能您出中级的时候 主要就是 票面上该记载什么 就说出票行为完成了 这个背书行为完成了 对不对 像第一单元 我们不也只是讲到记载事项吗 对吧 但是注快这里告诉大家 票据行为 它完成记载 只是完成了一件事情 还得进行什么 交付 记载完成 并交付给相对人 票据行为 才算成立 当然 不仅限于出票 背书也是我这签完张 然后交付给笔 才算背书转给笔了 对吧 保证也是我签完张 交付给我的债权人 这个票据保证行为完成 一完成记载 二交付 票据行为才算成立 感觉已经学得不错了吧 但是 教材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您一定要知道 你比如说 不知道谁签发了一张票 给假公司 假公司准备把这张票 背书转给乙公司 完成了各项记载 那就是假在财务部这里 该签张签张 该填什么填什么 他打算要背书转给乙公司 要去乙公司那里提货的呀 但是 业务员带着这张票 去乙公司那里 一看 这货不能要 所以他没有交付给乙公司 他就带回来了 那么请问 乙公司取得票据权利了吗 假这里 背书转给乙公司 是各种记载 在财务部已经搞定了 这张票 带过去 没交给乙公司 因为他那货没法要 业务员带回来了 已有票据权利吗 已 没有取得票据权利的 那么这个故事 有两个发展方向 都可以在大体当中出现 我们先说简单的 简单的是 咱们带回来之后 假 把乙的名字 给他处理掉 把这张票 背书转给笔 然后交付给笔 笔能否取得票据权利 这里头会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被背书人名称 乙那里被搞掉了 换成笔 可不可以 前面学过的 票据金额 出票日期 收款名称 不得更改 更改票据无效 但其他事项 可以更改 原济载人 假更改 假在更改处 签章证明 他改过就好了 所以你看 为什么 我举例要说 不知道谁 签发票据给假 如果是假出票给乙 我改的就收款人名称 票据无效 对吧 现在 乙是被背书人 收款人是假 那我把被背书人名称改了 假再做个签章 被书转给笔 OK吗 OK的 这是金额日期 收款名称以外的 其他事项 原记载人假可以更改 假自己签章证明 他改的就可以了 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假背书转给笔 该记载什么 记载完 交付给笔 这个笔 可以取得票据权利 刑事没有问题 并且已经完成交付 并取得票据权利 这是第一种故事的发展方向 第二种故事的发展方向 后面我们正面看到这个案例 先说 您有个印象 咱们业务员带到乙那里验货 发现乙的货不能要 那么这张票就带回来 结果没有成功完整的带回来 正好丢在了乙那里 被乙捡着了 第一个问题 这张票在乙手上 乙想要票据权利吗 记住啊 没有后面这段故事的 我们说回去 假在财务市这里 该记载什么记载什么 假背书给乙记载好了 业务员带到乙那 一看货不能又要带回来了 没成功带回来丢了 被乙捡着了 看票片就是背书转给乙的 正在乙手上 乙有票据权利吗 依然没有 因为并不是假的预愿交付给乙的 是乙捡着的 乙实质上是没有票据权利的 但是你站在第三人的角度上 比如说站在丁的角度上 丁能看出来乙捡着票吗 丁看不出来 丁只看得出来 假背书转给乙 然后票也在乙手上 所以这个乙形式上有权 对吧 实质上是没有依据假的意愿交付成功 无权 在丁的眼里 形式上判断乙是有权的 所以如果把票据背书转让给不知情的丁 以支付购货款的话 那么这个丁票据形式上 没有影响丁取得票据权利的瑕疵 要是以各类一个合同专用章 丁肯定没有票据权利吗 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瑕疵 丁不知道假以之间这种减票的事情 善意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 然后丁是 以是背书转让里不知情的丁以支付购货款 丁是有对价取得到 丁想不想要票据权利 丁善意取得票据权利 咱们后面要学到善意取得票据权利的问题 在这里借助这个案例 大家先感知一下 好 所以为什么说交付这个地方 不就是又要记载又要交付吗 这么简单 你还非得让我背法条 对的呀 他可以在大题当中考你 所以第三处重要条文 大家把握好 小题目的话很简单 21年去年考的 票据上签章 不符合规定会导致 整个票废止的 那就是出票人败 成队人保证人 是指导致他本人的签章五效 不影响其他 背书人导致他本人的签章五效 不影响其前手 好下一道小题目 谈到下列各项中属于汇票的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的事 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意味着如果没有记载不影响票据行为 直接适用法律的推定就可以 所以A选项票据金额 票据金额如果没有记载 出票行为无效 整个票据都无效 这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B 背书记载了条件 B 背书记载了条件 条件不产生汇票上的效力 背书本身是有效的 所以这是属于记载本身无效的事项 C 票据到期日 票据到期日没有记载 会视为这张汇票是见票即付的 所以它是相对的要记载事项 B 承对记载条件 承对记载条件 视为拒绝承对 所以这个条件要一旦记载 就使得承对行为归于零 它是记载时的行为无效 或者归零的事项 好 那么这个题 我们选择C选项 好 再来一个题目 项类票据记载事项中 可以更改的是 我们讲出票日期 收款名称票据金额不得更改 其他的可以更改 但是是原记载人更改 并且在更改出签章 选择B选项 再来 在签发的支票上 中文大写金额为 19800元整 而阿拉伯数字是 19810元整 多10块 那么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码 不一致的情况下 票据整个是无效的 所以这个题目选择A选下 大家会看到 票据法律制度的小题目来讲 都是比较简单的 好 这是刑事要件 对票据权利取得的影响 如果能够找到 大家会认为